花蓮盛安宫六月份 再捐赠百米1200公斤 给吉安乡有六个村 为请各村村长代为分送 主委黄永玉表示说 多年来盛安宫关怀弱势终部间断 而目前国内肺炎疫情趋缓了 宫内各项活动也会陆续恢复办理 希望在母娘保佑之下 大家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花蓮盛安宫六月份 再捐赠百米1200公斤 给吉安乡六个村 为请各村村长代为分送 母娘慈悲 随着疫情慢慢缓和 当然我们爱心还是不变 今天我们有赠送 1200多公斤的白米 给六个村 有仁和村 湖心村 东山村 还有仁里村 光华村 全部1200多公斤 一个村将近有202公斤的米 当然 母娘慈悲 母娘保佑 这次我们的疫情 真的慢慢在缓和 也希望说 在六月份过后 我们所有的活动 能够再活络起来 尤其我们花蓮的经济 能够再起飞 所以说母娘 在这里我们还是平时的 一贯的作风不变 能够帮助的 能够做的 我们都会尽量做 涉案公主委 黄永玉表示 多年来涉案公 新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